一个好的思维和你聪明有没有关系 有 告诉你不大 信吗 听过老人一句话说 聪明反背聪明物 知道吗 小聪明和大智慧 它完全是两个概念 小聪明的人永远都是利益最大化 永远的所有的亏 他都不愿意吃 他都避免吃亏 他把这样的时间都浪费了在 包裹自己上面 你们想一下身边有没有那样的人 这样的人这辈子不会穷的 但是大富的几率一定是小的 没有 承认吗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有智慧 智慧不是说代表你有多聪明 你的大脑反应能力有多快 别人听一句话 一分钟可以反应过来 我反应一天行不行 没有问题是不是 你有了一个好的思维 那思维是什么样的 它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娶什么样的老婆 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思维 对吗 我想找什么样的 高一点的 屁股翘一点的 长得好看一点的 还是温柔性格好一点的 懂事的 取决于这吧 你的选择 你的想 你的思维 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法行师 你想做多高的业绩 你想带什么样的团队 你想塑造什么样的客群 是不是都取决于思维 由于大脑的思维 驱动咱们的行动力 是不是 也就是说 你想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很简单 你想有多少钱 明白了吧 你就要有什么样的思维 人是无法挣到认知以外的钱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 眼界 认知 对不对 所以说加执行力 认为执行力好的 举个手 你看你的手还没呀 对吧 好 手放一下 给这几个人掌声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是跟谁说来 我说我想做的事情就得做 立马 立刻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我离开 我离开镇里面的时候 我第一站 其实我去到了长城 一家网络店 当年很火接发店 是吧 然后我去了 我看 他们拍照 因为之前我在家 我也拍照 对吧 那时候我用了苹果 他们那时候用什么呢 我说你用了什么手机 他们说美图 美图手机知道吗 因为那种手机自带美颜 对不对 头几年还是挺火的 好了 没超过三个小时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这叫不叫执行力 叫吗 当天下午 我觉得 那时候我的衣品不好 穿衣服也挺low的 我就问他们 你们的衣服在哪里买 他们说 有去商场的 小众的品牌 这个扎腕啥啥的 还有那个网上 我说你 我说你都给我点吧 链接 店铺 对不对 晚上那一晚上 我没怎么睡 买了一大堆 我问大家 这叫不叫执行力 叫不叫高标准的执行力 我知道了 去没去做 是不是 这叫高效的执行力 有的人会怎么样呢 他会很慢 他会觉得 看 观察 可能两天之后 去做这样的 可能两周 之后去做这样的 甚至事情 甚至两个月 承不承认 那我当时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 这就是高标准的执行力 所以说 你的思维是正确的 是好的 咱们再有一个高标准的执行力 这个方向是对的 OK 我就打他 我就朝这个方向使劲 对吧 思维 驱动着一切 咱们还有一个高标准的执行力 这样的人做什么事 能不能长 不一定百分之百成 但是几率大不大 以后能要做这样的人 行不行 可以吗 可以的话 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吧 给自己的 啊 谢谢大家